新月幸福了 你是开心的 你是幸福的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了 好亲爱的朋友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本 就是我们可能很严肃的来看 也可以轻松的来阅读 叫做林氏太阳 是欧文亚冬他多年前的作品 然后心灵工坊重新让他再版 然后我们今天也很开心的请到 南华大学的蔡教授蔡昌雄 来到我们的线上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蔡昌雄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跟大家分享欧文亚冬 林氏太阳这本书 由心灵工坊最新出版的那个版本的内容 是 就是说这么就是面对死亡的恐惧 就是好像好像这一件事情是 是都一直在我们的就是内在很深处里面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说 欧文冬这一本书 或是你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熟悉精神分析或者是心理治疗领域的人 对欧文亚冬的大名都不会陌生 是 因为他同时是团体治疗的大师级人物 那另外在关于死亡议题上 他也写了存在心理治疗的那个非常有名的教科书 所以也就是说对熟悉欧文亚冬的人 大概对于死亡课题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关系 怎么样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来做疗愈 那这两个特点大概都不会陌生 那刚刚前面提的那个部分都是有比较多学理的背景 或者是他比较专业一点的书籍 但是这本《世太阳》呢 其实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些观念 或者是洞见 或者是很多的实际的临床经验的案例 里面所要提炼出来的 那个要跟大家沟通的那个想法 其实在他过去的书 或者他的实际的治疗工作经验里面 其实都已经在那边 那这本书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当然它看起来是写给一般人看的 因为死亡并不是属于专家的 然后也不会是只是在需要到治疗的时候 才要来面对的课题 我们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我们每个人内在心里面都其实有潜藏着 一些死亡的不安 恐惧焦虑 或者是像如果你读了这本书 你就会知道那个亚龙 他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动观 就是常常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 你并不觉得是死亡焦虑的一种行为 或者是观念想法或者反应 其实背后可能潜藏的是焦虑 那如果透过他这一个 我刚刚说比较多很多是故事 然后很多是他实际的案例 然后把它按照观念 做法 然后这样很清楚地呈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个机会可以去 检视我们自己的生活 然后看看是不是真的背后有一些 这样的 比如说要回避死亡的这种动机 甚至于就是说 也可能造成了我们一些生活的困扰 所以他这本书有点像是亚龙的这种 在死亡观念或是死亡经验上 他有跟他怎么样去跟他相处 或者是正随去疗愈他的一个非常普遍化的 非常普及化的一个版本 刚刚你教授这边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看这本书的时候 他里面有很多故事情节 就是因为欧文亚龙 他可以去洞见一些背后的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都已经会发生的这些状况 然后他隐藏的就是这些 但是一般听众是要有那种联想力 还是说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引导师或治疗师来协助 才有办法去洞见这一些生命的体验呢 我觉得一看这本书 大概直接看跟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对话 就可以去发现这方面的一些内涵 因为他里面有一张就是欧文亚龙 他把自己从小第一次接触死亡 然后他怎么样经历他自己的身边亲人的死亡 还有他如何后来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一次接近死亡的车祸 后续他的那个死亡焦虑反应 以及他后来在治疗 在碰到案例上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非常生活化的 他个人传记的经验都在这边揭露出来了 所以应该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专业的门槛 其实是很庶民化的 对啊就觉得真的是没有认真去阅读 你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那个我们的意识跟 比如说潜意识可能是分有好几层 所以好像他在第三章开始有在谈那个觉醒的经验 就透过一些 可不可以请那个教授这边来跟我们谈谈一下说 他里面这一张在讲 我们怎么会有办法去看到 那个死亡那个焦虑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三章觉醒的经验 主持人刚刚说的没有错 确实是欧文雅龙哉 这本书里面大概是最 台语就比较你道的那个一些哲学观念 但是他把它弄得很简化 大概就是三个公式而已 就是那个伊比丘鲁哲学里面的三个原则 那这个原则当然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说 其实就是可以针对我们一般人在面对死亡焦虑的时候 可能会有的那种困扰 或者是你的一些可能没有反思 没有觉察到的一些陷阱 那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哲学观念 是可以帮助我们卸下很多不必要的这种恐惧 所以它是有这个治疗的作用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 一般人其实是不自觉 但是如果你察觉到死亡焦虑的时候 多数可能会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他里面提到那个伊比丘鲁的三条公式 那第一个他就讲说 其实那个死亡这件事情 一般人其实很担心的事情是有死后是结 然后变的话就是 看起来好像我们一般人都相信说 那个有灵魂好像是生命可以继续 然后可以永生 那好像有希望 但是实际上在死亡对我们人的折磨里面 这个部分其实是造成很大的一种负担 因为像在西方的中世纪 当你说有死后生命的时候 但你可能要经历死后审判 死后可能会下地狱 那很多人生活已经够累了 还要再活 他其实很辛苦的 所以那个伊比丘鲁学派他提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死后没有灵魂 他首先提出来的第一条 第一条的部分他就是在讲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很多人会用死后还有生命这件事情 他中间有提到会给一般人增加很多很多的负担 很多的压力 莫名的压力 那如果死后没有灵魂的话 当然这个观点跟 必须要讲跟主流的那个 苏格拉底的观点 他们是认为灵魂不朽的 那刚好是恰恰相反了 那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他反而是可以免除掉我们人的一些负担 那这边说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灵魂 死后没有灵魂并不一定是一种唯物的观点 因为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可能是非常不强调精神性 是流于物质 但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 灵魂很像是我们用的那种 比如说我们用刀子的时候 刀在的时候我们把它磨 就会产生量 刀会立会量 这个都是刀所表现出来的性质 那如果今天我们的身体不在了 那当然也就不具有这种精神特征 它倒不一定完全否定精神作用 只是对于死后还有没有灵魂 因为这个在很多情况下是纯属意测 那这个伊比九鲁学派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你 这个部分是没有的 没有没有这件事情的 死后没有灵魂了 那就不必去承受这个负担 那第二点就是说 死后其实是你完全没有知觉的 你根本也不知道你自己死了 所以既然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为了一个死后 没有知觉的状态而烦恼而担心 因为你会担心是因为有知觉 然后有自我 可是死的时候自我跟自觉已经不在了 那到底是谁来担心谁来害怕的 我就想到这边应该是会觉得很放心的一件事情 那第三点最后一点 他讲也很有道理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烦恼我们出生以前的状态 我们怎么会烦恼死后的状态呢 道理说出生到死亡这中间这段时间 生前跟死后应该是一件事情 我们死亡了以后应该是回到生前的状态 所以既然我们都不担心生前了 那为什么要去担心死后 所以他最后说生前跟死后这两个层面是画等号的 就是一样的事情 所以他大概是用这个观念来 来帮助我们面对无所不在的死亡恐惧 可能从哲学家的观点来讲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观念不正确 所以我们等于有点无端端的受到我们观念的影响 而承担心理恐惧的负担 就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杯子里面有一个蛇的影子 结果其实真正情况是有一个弓挂在墙上 倒影在里面 但是我们可能很难去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去看 你去看清楚 他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但一般人会害怕 现在这边只是他在要鼓励你去看 去接触死亡之前 先让你对死亡跟生命的关系 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其实可以卸下一些不必要的心理压力跟负担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活在台湾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对不对啊然后也有很多传统的不管是宗教啊或是家族啊或是整个环境社会 然后告知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啊可能什么样的生死观念 然后我们常常就会框架在里面这样子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尤其是我不晓得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也会经验到亲朋好友啊他这个最近这个什么觉得不是很顺啊 对啊给人家算算命有的时候还叫你改名字啊 对 通常都会把它加注到一些这些我们就说不可见或是说甚至于会影响到你的 嗯 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上面去其实这会增加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一必旧的学会他最终要去 他想要去面对的我们一般人的这个问题帮助我们把这个东西卸下来啦 是是 那所以所以可不可以请教授再跟我们谈谈一下就是说那个怎么去克服这个 知道了观念以后来接下来 对 我们要怎么去克服这个死亡的焦虑呢 对当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不是 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呃 卸下了这些不必要的负担但是我刚刚也有提到他并不是表示我们不重视精神性 其实我们在人生活着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精神作用还是可以产生很多的价值 而死亡的焦虑从欧文雅龙的观点来讲 他最终的克服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透过他讲的在人跟人的关系 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由于我们自己的付出努力 然后对别人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影响 那么这些有价值的影响它在里面称之为联谊作用 联谊作用 你可以透过各式各样就是这就是我们人活着的时候有各种价值嘛 那这些价值并不会因为你不在了就消失了 你当下其实就可以感觉得到 或者很多时候你做像我们今天在这边做广播 很多的观点也许很多人这个就是联谊嘛 那么联谊出去了以后你自己其实可能不自知 但有一天可能在某个场合有人跟你提说 那天就是因为听了你的广播让我想了什么 他不一定是说就解决了他什么问题 总之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些万事万物 跟人其实有一些关系 那这个关系是可以扩大到我们自身之外的 那这个是不是让我们产生那个价值感嘛 那么只要有这个价值感在的时候 其实他就不会觉得死亡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人之所以很难死亡 在里面他其实有提到 特别是举那个托尔时代的威力的民族叫一帆一里奇之士 就是一个人他没有好好的活出自己的时候 这样的人其实是最畏惧死亡 很恐惧死亡的 是 所以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能够有很多 就是把握这个联谊作用 这样的一个观念 在生活中其实我们平常已经在做了 只是说你能够在这个部分去好好活出自己 那么你的这个价值能力可以大幅降低 然后另外一部分大家可能其实要讲的就是 我们不应该把死亡焦虑当成是一个 只是纯粹负面威胁的 因为在里面他提了很多例子 比如说像癌末的病人 比如说像这个 很多面临到这个死亡威胁的一些当事人 他们其实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反过来 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 省思 而且会有一个更强的动力 要去活出自己的价值来 像里面他有提到说有一个人他 就是全身都布满了癌细胞的时候 他才懂得怎么生活 那之前他也举过一个例子 有一个太太他已经要跟先生要闹离婚 而且他有了那个动力 所以死亡焦虑不全然是我们一般所想到的那种 就只是负面的 他其实可以给我们一种正面 就像我们在游泳的时候 推进的时候的那种反作力 对啊 因为我想说一般人可能就是 当然刚开始我们在看这本书 前面一直在讲为什么有这个死亡的焦虑 但后面我觉得非常棒是可以提醒我们 他是搞不好他是一个转机或是一个动力 对啊 就是我们最后面要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 怎么去让生命更深刻去看到 原来自己真的想看的 或者我觉得好像现在的人都活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对然后就也不知道 就是有时候都会觉得 可能是环境的问题 可能是别人的问题 可能什么都是问题这样 是是是 反而会更有生机啦 因为看到死亡反而会更有生机 因为你有限 所以你才会激发你的天能嘛 是 我觉得他后面还有就是很棒的是 给一些治疗师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就是听众朋友虽然不是这种治疗师 但是你可以大概去看一下他那种 比如说陪伴的整个过程之类 存在心理治疗 他们的观点很简单就是说 因为死亡这件事情是大家不喜欢提的嘛 是 那心理治疗师在面对案主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人生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都解决不完了 还要去处理死亡的问题吗 那死亡问题不是说不处理 他们的一般的态度是认为说那等他出现了再说 平常的时候不要就没事就去碰他 他们有一个话讲 那个欧文雅龙就说 这好像你在问说当身体不养的时候 你干嘛去烧那个养畜啊 就等他养了再说吧 那这个是也反映我们一般人的态度 就是说死亡这件事情平常不要谈 那就是真正有面临到的时候再来谈 可是通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对当事人来讲都是非常的震撼 而且脆不及防 我刚才接到有一个学生 他临时有事情没办法 今天本来有约 他说他女儿自杀 现在在医院 那么像这样的事情 其实也是跟死亡有关的嘛 那当出现的时候 其实对当事人就是非常强大的冲击 是脆不及防的 所以这个态度其实站在我们生死学 生死教育的立场 其实是不认为这个是很健康的态度 就是我们其实应该要跟他保持接触 我们要跟他对话 我们要学习 我们不需要把他变得负担很重的压力 可是我们不可能完全忽视他 也要学习怎么样去跟他对话 所以在那个部分 他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教治疗师 第一个就是 因为你这一点如果跟他沟通不了的话 很多治疗师其实也不愿意去碰这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怎么去面对 其实死亡就不外乎 虽然有些专业性 但他基本原理还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可能跟我们没有接触过 我们没有觉察的东西 去对他有什么改变 因为他从前面讲觉醒经验 到治疗当中 其实治疗师也是一直不断地帮当事人 去反思 去觉察 他其实是跟死亡 死亡是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一定怕死 而是说 他让你意识到说 人真的是一个有期限的 有赏位期的 有赏位期的 这个事实 那当你一发觉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 其实你会整个人就不自觉的开始有很多的反应 那就是这方面的反应 那但是觉察了以后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他其实也会有正面的动力 所以如果能够帮助当事人去发觉 第一个 确定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否则比如说举个例子讲 像一个中年的妇女 她经历空潮期的时候 把孩子都送走了 她本来以为觉得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个悠闲的生活 可是没想到就是一股 她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失落感就来了 那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一般的治疗师他会说 那你就去参加志工服务 你去多修几门课 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他这个无非就是把生活填满 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嘛 对不对 但是这样子的做法本身 其实并不是能够真正去 就是从亚龙的观念来讲 并不是真正去面对自己 生命有限的存在 因为那个是中年的妇女会觉得 她过去全部其实都是为了家庭付出 现在开始要为自己去学习的时候 去安排这种 她突然是要不晓得该怎么做了 可是她首先应该要先在 这个就是比较深刻的 刚刚讲那个经验里面去觉察到 她那种空洞感其实是来自于 生命有限 可是她没有为自己好好活 那如果这个过程她走过以后 那么她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并不是说她不可以去报名志工 或者是参加什么活动 而是说她不是抱着 把生活填满的那种动机去做 那她这个事情就不一样 这就是加上了这个存在心理治疗 然后对于死亡 也不是我们说我们会怎么蝉死 或者我们马上就要死 而是对我们人活着是有限的这件事情 有了一种不同的觉察以后 就做出来的行为 对啊 因为我也觉得也是因为这本书 就是在谈死亡的本质 其实我们其实 就常常好像没有真正看到这个 都看到那个表象的事情 然后就一直忙着解决外面的问题 这样子 所以今天谢谢那个蔡昌雄 蔡教授来跟我们分享 林氏太阳 谢谢您 好不客气 谢谢